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求加萨立刻停火 美国立场出现了转变 当然就让以色列相当的愤怒了 不但放话说不会停战 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 还取消了原本的防美性权 经过170天的僵持 超过3万加萨人死亡后 大使举起手 美国终于放弃动用否决权 在最新安理会的立即停火决议案 投下弃权 现场掌声响起 这份手渡通过的决议案 敦促尾巴双方在摘剑月立即停战 并呼吁促成长期 而且可以持续下去的停火 同时要求哈马斯释放人职 美国不再挺到底 以色列相当生气 人在美国的以色列防长 站在白宫前放话不停战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也在决议通过后 马上取消访问美国的行程 其实联合国决议并没有强制力 会不会停火 还是得看以色列脸色 以军目前仍然在西法医院 扫荡哈马斯 这场战争 纳坦雅胡恐怕还想继续打下去 TV新闻 赵博大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音乐厅的恐攻案 罹难的人数也累积到了139人 俄国当局是直接逮捕了 四名涉案的嫌犯 他们在出庭的时候伤痕累累 还有人是昏迷不行的 而西方媒体就怀疑 四个人都遭到了俄国当局酷刑逼供 莫斯科音乐厅139死恐攻悲剧之后 俄罗斯当局逮捕直接涉案的四名嫌犯 出庭的时候各个鼻青脸肿 有人甚至还昏迷 这四人中有三人认罪 西方媒体怀疑他们遭到殴打 酷刑逼供 事实上俄罗斯早在2010年起 就废除了死刑 他们很可能会逃过一死 这也在俄国国内引发废死的争议 俄国总统普京也承认 这些嫌犯跟恐怖组织ISIS 直接相关 但是话锋一转 普京问嫌犯没事干嘛 往乌克兰逃跑 又想怪到基辅当局头伤 周一乌克兰首都基辅空袭警报大作 俄罗斯至少发射两枚弹道飞弹袭击 两枚飞弹都被乌军拦截 掉落的飞弹残骸毁损了两栋建筑物 还波及了一间咖啡厅 监视机车拍下爆炸的瞬间 玻璃窗跟玻璃柜砸向柜台 咖啡师赶紧吓得蹲下躲避 事后咖啡师在破窗之下继续替民众煮咖啡 这波空袭造成基辅总共10人受伤 基辅市长气得痛批 俄罗斯自己才是恐怖攻击者 而在这场恐攻之后 即将要举办奥运的法国 也立刻把防恐的警戒 升到了最高的等级 也就是必要的时候会把武装部队 派到车站或是机场来巡逻 成绩多年的ISIS-K再度的现身犯案 美国的情报其实早就有显示 只是对于美国的警告 俄罗斯选择忽视才会酿杀悲剧 全副武装的法国国家警察 从橡皮艇登上观光船 步枪盾牌都架好 模拟塞纳河发生恐怖攻击 巴黎奥运前不敢松懈 而在莫斯科音乐厅恐攻后 法国更把恐攻警戒提升到 三级中最高等级 政府有全派武装部队 在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巡逻 就怕莫斯科恐攻后 ISIS-K还会找上别的目标 美国其实长期追踪 这个在阿富汗集结的恐怖组织 但为什么ISIS-K会找上俄罗斯 其实和前苏联以来 中东和中亚局势有关 ISIS itself saw Russia as one of its top enemies because it really was a game changer in the Syrian civil war backing the Syrian government against ISIS and like-minded groups ISIS-K has a lot of Central Asians and people from the Caucasus in its ranks and that gives it a lot of potential to attack Russia 现在恐攻地点附近堆了满满花束 来纪念死者 除了战争 现在还有恐攻威胁 担心后续还有别颇攻击 在莫斯科人心中埋下阴影 继续新闻众报道 英国副首相25号宣布 就中国恶意对英国选举委员会 以及国会议员发动的网络攻击 制裁和中国官方有关的 两名个人以及一个实体 其中的一件事件 是2021年到2022年 入侵英国选举委员会的资讯系统 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 判定幕后的黑手 极有可能就是一个 和中国官方有关的网络组织 而根据英国政府25号 更新的制裁名单 招到制裁的两名个人 和一个实体 接汉这个组织有关系 分别是中国公民 尼高斌 赵光宗 以及武汉小瑞治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而英国的外交部 也将召见中国驻英大使 要求说明 南韩国会选举将近 最大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的党魁李在明 22号在拜票的时候 就提到了总统尹席越的外交政策 他是批评尹政府 为什么要刺激中国 直言中国跟台湾国内问题 变成什么样子 跟南韩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番言论就引发执政党的 国民力量炮轰 国民力量非常对策委员长 就批评说李在明的发言 再次证明共同民主党 对中国的屈从态度 而前南韩外交部长蒲正 也对李在明的发言 说感到相当的震惊 指出他轻率的言论 也令人质疑 他是否适合担任一党代表 而对于这一次发言的专业 李在明至今还没有出面回应 前总统马英九将在4月1号到11号 要再次访问中国大陆了 而这一次行程是包含了 广东陕西和北京 外界很好奇是 他会不会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两个人在北京进行马席二会 在今天行政院长陈建仁就呼吁 马英九应该要谨记 国人对于主权的期盼 马前总统4月1号将二度访问中国大陆 行程规划包括大陆政治中心首都北京 会不会马席二会将随团的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曾表示 马英九是客人 一切客随主便 希望能够在2015年之后 有机会能够再跟老朋友碰面 但一切都尊重大陆方面的安排 对于马席二会没证实也没否认 因为若按照2023年第一次访问的安排 最后决定权的确如肖旭曾所说 是由陆方公布讯息为主 马席如果见面 陆方接待规格到彼此如何称呼都是学问 年初大选前马前总统一句两岸关系 必须相信习近平 导致包括侯友宜等同党员事切割 这次如果马席二会 栏尾乐观其成 而赖清德也说他想跟习近平见面 还要请他喝珍珠奶茶 那为什么赖清德 蔡英文 想和习近平见面就可以 而做得到的马英九跟习近平见面就不可以 我们希望能够再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两岸互不否认对方的自权 针对马英九二访大陆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也发表评论 他也有他一定的高度 所以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 我是不会反对他去的 2023年马英九以记组为主论调 这次在两岸紧张情势升温之际二访 能否当面和习近平阐述台湾民众的忧虑 争取任内提出的两岸互不承认主权 互不否认治权 成为外界评论此行实质意义 和高度的观察重点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还有观察重点来看到是总统蔡英文 今天到了宜兰出席 国造海军军舰的交舰典礼 而总统卸任前到底会不会登上 太平岛成了朝野攻防 就这么刚好 海委会证实太平岛的码头 启用典礼在同一天会来举行 这看来总统要登太平岛 机会又更低了 总统到宜兰出席海军高效能舰艇 安江万江军舰交舰典礼 高效能舰艇是海军首批具备 区域防空火力的小型舰船 更是当今同等阵位中火力最大的军舰 国防部长邱国正 退伏会主委冯世宽 宜兰县县长林姿庙等人都到场 总统更亲自登上汉马车 卸任前细数任内国造政绩 其实还有一项焦点大家都在看 同一天正好就是太平岛码头启用典礼 看来蔡总统任内要登岛 似乎已不太可能 而开幕式层级也不高 海委会主委管壁里也不去 我们也加速量产 今天交建作业就从原定的 2025年提前来完成 加速交建除了能在任内清单 再多打几个勾之外 或许也是因为对岸对我 陆海空威胁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天才刚亮清晨5点多 换向2000战机就准备执行任务 全台除了各型主力战机外 防空系统也全上场 进行整体防空作战计划演练 它的最主要目的是运用我们的飞行部队 以及我们的防空部队 针对整体防空的作业来做一个演练 那么大家也晓得 近期以来我们整体的战备 敌人的威胁不断的增加 威胁增加国防部也承认 国军努力战备之余 当然希望局势能稳定 别再升温 天外室 李国阵刘悦军专考于宜兰台北 什么道 因应两岸情势 国军汉光演习的第一阶段 电脑兵棋推演 罕见的要在520政权交接前 就要展开了 表定是从4月19号开始 恢复围棋8天7夜的攻防推演 世界政局变化难料 使得各界对台海情势的 关注程度更胜于以往 相隔不过半年 民间区域安全兵推再次展开 讨论冲突阴影 和潜在威胁 可靠知情人士向本台透露 国防部内部军情汇报 提及中国大陆的福建政府单位 要求渔民 备其3到4天的饮用水和食物 在出海作业 灰色地带冲突态势 暗潮汹涌 事实上其实中共在每一个港口 只要是有遗传 大遗传或小遗传 他都会去把组织 当作海上民兵船 接受相关的训练 去思考去留意看看 是不是中共 他现在开始要把他 海上民兵船的一部分 用在台海或是金马海域 国军要带着情势练兵 想定势必也得纳入当前状况 年度兵推 事实后通谈思考 今年汉光40号演习的 第一阶段电脑兵棋推演 攻防天数再次回到了八天七夜 不过执行的旗程 罕见的从既往的五月多 前推到了四月十九号 时间大约就是 政权交接的前一个月 现阶段消息指出 汉光兵推将从四月十九号 开始到二十六号结束 同样由国防大学扮演的攻击军 和参谋宗长率领三军各战区 每天24小时不间断 展开攻防推演 依照国防部对立院的业务报告 将针对共军 今年绕台模式设计情境 特别是520前后 被视为共军对台 发动多重军事威胁 密切关注时机 如果我是红军的话 我的任务就是运用远战速胜 首战决胜的速战速决战法 在外军还来不及 因应已介入之前 就完成收复台湾的任务 绝对不会 跟国军玩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 我们会把攻击军目前军力的发展 列为一个重要参考的对象 比如说有些新式的武器 有一些最近它演练的重点 把它放到我们的演习的参数里面 经过设定之后 我们来诱导防卫军 来遂行防卫作战 那防卫军的话 也有可能把目前或是即将所获得的 高性能的武器装备 把它放到兵器推演来 建议模拟未来如果我们有这些武器装备之后 我们如何把它运用在防卫作战 曾参与并推的退役高阶军官 信手拈来就是用兵之道 不过这场虚拟攻防战 重点不在胜负 第一天大概就是在战役组织一准备 那第二天第三天 大部分我们都是在做所谓夺三权 大部分它是基于 统裁部是基于一个辅导的角色 就是诱导双方能够去做一个合理的一个对抗 进一步解析近年兵推变化 2021年首度推演八天七夜 模拟共军前枚飞弹攻台 我方战力保存奏效之后有效还击 2022年恰逢乌尔战争开打 结合类似的场景 用图像兵推讨论战略 去年则是大量融入国际情势 更把攻台的预判前推60天 关键基础设施防护成为重中之重 而2024年专家所见略同 全面交货未必是主轴 那今年我认为大概 应该会从重台或困台这个部分来看 来推也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你的战争的一个韧性 相关的油气 我们蛋 我们其他的相关的食物准备 这些人可以不称 因应灰色地带的作为 那就势必要面临到一些国际法 适用性的问题 所以呢 除了国防部以外 其他相关的单位 包括这个国安会 陆委会 外交部 海巡署等等 都应该要一并拉进来 共同演练 而防障邱国阵日前备巡时 松口美军的观摩团 今年同样不会缺席 不过从过往惯例来看 直接参与推演的几率相当低 那么他通常会有一个 比较资深的将领 而且是退役的将领 来担任领队 那么编程相对应的小组 来做近距离的观察 那观察重点 就在于我们看到 情报所显示的敌情 我们怎么做正确的研判 美方他不会介入 但他们会很忠实的观察 等我们整个退役完毕之后 他才发表他的观察报告 谋定而后动 兵推结果直接影响了 汉光演习防卫作为 能不能更加切中要害 TVB的新闻 罗斯芳耶辅 看不到 接下来镜头来看到是 南韩的罢工医师执照 已经被吊销了 今天正式生效 为了声援这些医师 南韩医学院的教授们 今天也集体递出辞呈 要向当局施压 而南韩政府 现在态度似乎也软滑 南韩医学院教授 一个接着一个 把辞呈投进透明箱子里 南韩政府25日起 正式开始 调扣罢工医生执照 医学院教授跟进请辞 虽然辞呈不一定会受理 但势病会对医疗体系造成冲击 除了提交辞职性外 医学院教授决定从25号起 将执勤时间缩减到每周52小时 来声援基层医生 南韩政府态度放软 左右为难 网络上甚至出现煽动言论 要医师坚持不上工 到医院破产为止 南韩至今超过一个月的 仪式罢工还没有落幕的迹象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前美国总统川普 因为金融诈欺案 遭到纽约法院 重罚将近5亿的美金 但是就在期限缴交的前夕 法院把这个保证金 降到了1亿7500万 川普也说他很快就会交钱 要连线给华府特派记者 李嘉辉 前美国总统川普 因为金融诈欺遭纽约法院 重罚3亿5500万美元 外加利息的罚款 川普已经上诉 但必须在25号前 缴交4亿6400万美元的保证金 否则将面临资产被扣押的命运 就在期限前几个小时 纽约上诉法院裁定 保证金降到1亿7500万美元 并且给川普10天的时间 这对川普来说是重要的胜利 川普面临财务及司法困境 除了金融诈欺案 时尚作家卡洛尔的诽谤官司 川普必须赔偿8,330万美元 另外还有四起刑事案件 其中成人骗女星的封口费官司 将在4月15号首度开庭 原本封口费官司是要在今天开庭 不过检察官在最近几个星期 释出超过10万份 可能和案件相关的文件后 同意推迟30天 川普律师团队要求再推迟 遭法官驳回 川普因为封口费案 面临34项重罪指控 这将是他第一起刑事案开庭 川普将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 因为刑事案件受审的前美国总统 另外三起刑事案件 还不确定会不会在11月大选之前进行 川普用延迟案否认作为司法策略 出庭也是他竞选活动的一部分 川普大打政治迫害牌 以获得更多政治捐款和选票支持 TV新闻嘉辉 美国华府报导 埃及在2月份的通膨率 是高达了36% 这也导致各种的民生必需品价格大涨 您知道吗 想要吃一餐牛肉 可能都要花上月薪的十分之一了 而埃及因此也一口气 升息6% 就像华人半年货 穆斯林一年最重要的摘戒月 生活所需的米 糖 油 坚果 都得先到市场买 但是埃及人今年幸在堂血 就拿摘戒月最受欢迎的主食 也早来说 零售价一公斤贵到220台币 这是刚性需求 能少买不能不买 也早吃不起更别说吃肉了 一公斤的牛肉要价375元台币 埃及人每个月最低工资 不过4000台币出头 等于要拿十分之一的月薪 才吃得起一顿肉 高物价也让传统难以兼顾 几个世纪以来 埃及家家户户户都习惯在 这一届月挂上名为 Fanews的灯笼 现在贵道要含泪账灯节彩 埃及二月的通膨率是 吓死人的36% 单看食品饮料 这是去年的翻倍 埃及为了平衡物价 央行一口气就升息6% 埃及的利率已经超过27% 会走到这一步都要怪汇率失控 埃及强人总统赛西去年底高票连任 选后宣布回归浮动汇率 过去一年政府将美元兑换 埃及棒固定汇率排价1比30 回归市场机制就立刻扁到1比45 然而黑市的汇价早就只剩下1比70 实际上埃及人都是靠黑市换汇 等于购买力砍半 这结果就是大家抢买黄金来避险 结果又是一项习俗遭殃 结婚生子必备的黄金赠礼 退而求其次改送银饰品 这些苦埃及人都得吞 因为回归浮动汇率 国际货币基金才会愿意给80亿美元的纾困贷款 埃及及需要这笔救命钱 因为埃及手上外汇存底只剩下350亿美元 只购进口小麦5个月 没有美元高度依赖进口的经济命令崩溃 埃及会闹美元荒是冰冻三尺 有三大原因 第一个就是美国联准会在疯狂升息 高达200亿的外资撤回美国 第二就是近来鸿海的航运危机 商船改道好望角 结果就是埃及的苏伊士运河 收入瑞减一半 这可攸关埃及一年十分之一的财政收入 第三个原因就是巨大的贸易逆差 去年已经达到369亿美元 埃及赚取外汇的主要手段 就是靠每年近1500万的国际观光客 这回也是杯水车薪 因为埃及基础建设差 为纳量严重不足 去年观光收益只有136亿美元 这数字是全球观光冠军法国的20% 要开源没有想象中容易 埃及2022年出口额516亿美元 只有台湾的10% 以出口天然气为最大宗 然而工业化程度很低 只有纺织业稍具规模 靠匮乏的天然资源根本就撑不起经济 埃及为何没能往赚钱的工业化发展 是因为国内产业都把持在军方势力手上 民营业者根本就无法生存 也难怪国际货币基金还特别要求 埃及要将产业私有化 埃及经济还有救吗 专家悲观看待 过去埃及靠观光业赚到的外汇 没有能拿来扶植工业化 结果就是这个1.1亿人口的国家 有四分之一的人口 每天活在只花两元美元的贫穷限制下 TV全纵报道 欢迎回来来看到是苹果 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发表 自家研发的深城市AI 但是就传出今年的六月份 有相关的大动作 在年度的全球开发者大会上 可能要推出AI应用城市商店 这是华尔街咨询机构技术研究 指出说苹果将在六月开发者大会上 详细说明消费者如何能够取得各种AI应用程式 他认为苹果只会开发部分的程式 但是说服其他公司大量研发 至少会有大概的轮廓出现 而除此之外 也传出中国大陆版本的iPhone16系列新机 有意吸收百度搭载百度开发的深城市AI技术 来服务上益的中国大陆国份 就怕前翻译水源迁堵风波延烧 在今天大股祥平是倾上火线了 他澄清自己从来没有迁堵 也没有答应要帮水源还债 也表示水源从头到尾都在说谎 沉浸一周失望又震惊的大股 对于曾经的老大党如今只剩下这句话 水源说谎十多分钟的记者会 对大股一共就说了六次 大股祥平在台湾时间26号凌晨5点 召开记者会首度说明迁堵风波 与新翻译一同现身 开门见山直言自己被骗了 大股还原事发经过也强调自己从未迁堵 透露自己从未同意协助水源偿还债务 更表示自己是等到到期会议结束后 回到饭店才知道真相 尽管大股诚诚诚诚冷静 但当翻译口译时 他不时调整座位调整服装 看起来似乎有些紧张 大股表示目前案件已经交由律师处理 由于进入调查阶段无法透露太多细节 记者会也不接受媒体提问 过去老搭档如今成了大股口中 广化连篇的背叛者 两人同框画面也只能成为过去式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而这场记者会吸引了媒体和球迷的关注 像是CNN全程转播 而有球迷干脆就一起在酒吧前观看 外媒也报导 大股这一次是重金聘用了好莱坞的王牌律师 就是要全身而退 大股详评记者会所有媒体高度关注 CNN更是全程转播 道琪仇迷同样很关心 直言不想失去大股 道琪队也力挺大股这只金鸡母 尽管卷入千读丑闻 记者会后方背板上到其各大广告商都没缺席 大股在记者会上强调自己是受害者 为求全身而退 外媒报导大股找了好莱坞王牌律师来替他打官司 大股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在美国相当知名 两位王牌律师服务过的客户不乏好莱坞明星名人 包括男星强力代普还有奥斯卡影帝李奥纳多 不过收费不便宜 每小时费用高达两千美金 折合台币六万四 大股在记者会上神情状态不至于太过慌张 王牌律师助阵到其球队球迷力挺 都希望这位当红炸子鸡能够安度难关 TVBS新闻综合报导 北韩官媒报导 北韩的高级官员率团前往中国大陆来进行访问了 这是23号在北京拜会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报导中提到朝鲜劳动党国际部长金城南和王毅 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来进行交谈 而金城南呼吁两国的外交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 表示朝中友谊是两国共同的战略财富 而北韩也感谢中方支持 将在台湾新加香港的议题上支持中国 王毅则是表示 相信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带领之下 两国友好关系将是坚定不移前进 北韩在历经新冠肺炎锁国之后 正在寻求扩大外交接触 官方的代表团近期也陆续出访中国越南和辽国等临近国家 今天我们的这一宗第一线要来看到 是国际货币基金的总裁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就表示说 中国大陆如果透过市场化改革可以在未来的15年间 使经济成长20% 但是这个要透过一系列的改革才能实现 到底有哪些内容呢 我们要请住北京特派记者陈韵文来告诉我们 好这是在北京所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是有来自国际上的一些商业领袖企业大佬参加 好这包含的是苹果的执行长库克 他就表示苹果将会继续投资中国 并且会见了中国的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不过另外一位同样受到瞩目的是 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乔治艾娃 他就直言的建议了 他认为呢 中国如果可以市场化改革的话 在未来15年呢 可以这个经济成长20% 也就是换算一下 可以经济扩张大约3.5兆美元 只不过这个所谓的市场化改革该怎么做到呢 来看到他提到是说呢 要更加的注重这个企业 续场跟消费者的政策组合 以及对当前这个棘手的房地产问题 要更加果断的措施 还有就是要降低他们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 以及要重视他们目前中国 现在的国内消费的问题 那他看到是呢 他说中期来看 中国也还是会成为 这个全球的经济成长的贡献者 只不过当前中国的生产力低成长 以及人口老化问题 都是中国进行发展的一个重大的危险因素 槟城哈尔滨一夜之间 成为了大陆旅游的现象及顶流 城市形象也翻红 很多的网友昵称是尔滨 但是根据陆媒的报道 去年哈尔滨旅游的接待游客量 高达1.35亿人次 但是却是望丁不望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 再请教云文 好就是来看到是目前呢 中国的经济复苏 法力之下他们的消费不振 那这也反映在他们的 国内旅游的这样的环境上 就是人潮很多 但是那个钱呢 却没有跟着同比例增加 我们就来看到是这刚刚结束冰雪季的东北哈尔滨 他被认为呢在去年的冬天到今年年初呢 可是说是彻底的翻红成为网红城市 也翻转了东北的这个经济的这样的形态 但是呢来看到是他对当地的经济的贡献 似乎是蛮有限的哦 好因为根据资讯子指出呢 在去年哈尔滨的这个整个旅客的接待量 是高达了1.35亿元次 但是呢就是相较疫情之前 是比2019年大幅增加了超过四成一的旅客量 但是整体来讲 他的旅游的总收入 只比2019年微幅增加了7.4个百分点 是非常的少的 那整体来说呢 大约是人民币1600多亿元这样的情形 所以是一个出现叫做人丁旺 但是呢钱潮钱财不忘的一个这样的旅游的景象 那能看到是其实哈尔滨这个地方 它其实就是一个地方政府的债务 负债率很高的地方 它地方政府的负债率是高达了百分之八百九十三 所以要做这地铁二级的规划都被打了回票了 所以对当地的这个发展的话 其实是蛮阻碍的一个情形的 那再看到是跟哈尔滨一样 在去年爆红的地方叫是山东的滋伯 因为这个烧口而爆红 现在潮流过后呢 只剩下一堆是关店的倒闭潮了 那再看到是有些城市呢 却是可以长红的状况 这个呢像是在这个广西的柳州 是因为螺蛳粉外销了二十个国家之后呢 它整个产业链的规模是高达了六百七十亿人民币 以及这个江西的古镇 这个是景德镇 因为此期的文化吸引之下 所以有很多游客是长期到访 扫灵制药爆出了 使用的红麴可能导致肾脏疾病 今天再增加了五十人 疑似就是使用问题产品住院 而日本官方也再度的下架了三款的产品 又有日本产品中标 日本艾滋县干墙酒造出产的红麴美酒 喝起来酸酸甜甜 气味浓郁 但这回卷入问题风波里 大动作宣布回收 就连其他发酵食品 包含大种食品的红豆腐 回收七百份 竹屋红麴味增下架七百五十份 消费者往往挑选产品时 没有特别留意内容的成分 恐怕早就将问题红麴吃下肚 尤其日本官方仿佛挤牙膏般 每日一爆大动作下架红麴产品 但问题成分是什么 却没有对外透露 搞得大家人心惶惶 截至二十六号为止 日本又新增五十人 一次使用小麟芝要红麴保健食品 出现肾脏疾病 加上之前二十六人 总共七十六人住院 还造成一人死亡 而业者也预防性下架 台湾人前往日本旅游行程之一 必去药妆店扫货 旅行团导说 其实红麴产品人比较少 不过通常再三提醒 下手前要看产品成分 红麴产品提倡降血脂 蟹汤还能烟晃衰老 却导致民众出现急性肾衰竭的状况 毒专家点出关键 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分类 橘霉素列为第三极致癌物 只是这回污染物质到底是什么 日本没有明确说明 连带影响到台湾也难以追查 让消费者现在听的红麴 两字就人心惶惶 特别新闻中一轮王思纯台北 采访报道 日本的这波实案危机 也延烧到了台湾 消费就证实 台湾有两家的业者 进口到相关原料 已经是预防性下架回收 三人新公司也曾经进口到 小林志要的红麴原料 而就是这款红麴纳豆的植物胶囊 目前原料价成品 已经下架405公斤 一旦流入市面还有多少 公司则以保护客人隐私 不愿对外透露 实际案林公司 却无人回应新北卫生局 机查封存后 也强调进口时间长达两年 还在努力清查相关数字 而除了三核新一层进口 小林志要红麴原料的 还有荷斯特25P入序回收中 边境也禁止小林红麴 相关产品跟原料输入 有使用到这个日本进口的 这个小林的这个红麴的原料的 制造出来的成品都先预防性下架 还没理清产品问题前 台厂人人自为 大言声音的纳豆红麴Q10 因为部分原料供应消失 小林制药决定预防性下架 大一生计红麴胶囊也先回收 但都强调 红麴毒素等有害物质 全部未减出 威德也强调旗下纳豆红麴产品 都使用台湾红麴 台酒也是百分之百 使用台湾红麴 相关制品都符合政府标准 而药师坦言 有一绿产品大多都在网络贩售 近年也越来越多民众 会来询问 倾斜脂降胆固醇 让红麴产品变得很夯 但也得小心交互作用 让肝脏出问题 服用保健品前 得跟医师药师讨论 避免造成反效果 损及健康 铁院新闻 王清堂董军院吴俊伟 家庭台北朝报道 欢个星期来看到 是一年一度的澎湖花火节 又要来了 今年是和知名的 动漫航海王联名 结合了烟火无人机的表演 就是希望给游客不同的体验 熟悉的音乐响起 搭配七彩顺利的烟火 还有最后无人机排出的logo 粉丝们肯定已经认出来了 是日本超人气动漫航海王 非常符合蓬固 就是一个海的城市 一个海岛 然后我觉得 我非常期待的 也就是来澎湖可以到这个 航海王的主题餐厅 来用餐 2024年澎湖花火节 已经迈入第二十二届 今年的主题是与航海王合作 刚好今年迎接二十五周年 不止漫画热销 日前还翻拍成映集 这次结合烟火 带给民众不同的视觉震撼 还有一系列的周边活动 期盼能带来各式各样的客群 不过今年从五月二号才开幕 一路到七月三十号结束 比起往年三四月还晚开始 有些业者就认为六七月本来就是旺季 三四月的观光大多都靠花火节 但今年稍微延后也有些影响 不过整个时辰拉长了一个月 现场表示是为了要让学生们 书架也能来看 每年就是询问度也很高 然后就是当然也有一点缺点 就是机票会很难订 房间也很贵 但是就是客人对于这样子的活动 大家每年都会就是非常的期盼 时间拉长之外 今年更是邀请国外知名烟火团队 来助阵 不只释放烟火 无人机秀 还会有动漫音乐会 星空电影院 去年吸引人次超过52万人 主办单位也希望今年 可以在各方加持下更加突破 VBS新闻城镇蓝亭 澎湖新闻报道 消息有两位民众在上周五 到台北市信义区远东百货的 保林茶室信义A13用餐 没有想到回家之后 两个人都感到腹部不适 分别前往医院就诊 但是其中一个人突然急性肾衰竭 最后宣告不治 卫生局也证实了这项消息 稍后有新的报道 我们也将来随时为您掌握 不肖业者弯脑筋竟然是动到了长照上 在今年1月就传出有两起长照炸领补助的案件 其中一起扩及了新北新竹县云林 业者是编造送餐志工的名单 炸领了将近500万的补助 专家认为SOP应该更明确 做哪些服务每一项支出补助多少 最后还得有居服员和被服务者的签名 才算是登记完成 照理来说例行工作都在这表格内一清二楚 但国内却接二连三发生长照炸领案件 从2021年高雄长照机构虚报专业人力 到2022年屏东高雄各有一起 今年更有协会找来甲志工 甲介替长者送餐 向县市政府请领送餐交通补助费 阔籍新北市新竹县云林县 一查才发现被炸领将近500万元 难道是审查出现问题 就得先厘清监管机制 大领案出现环节 我觉得应该都是在查核的部分 因为查核的部分 我们去加访的时候 我们都会在居服员服务的时候去查访 那当我们单位有推出另外一个机制 我们会在不告诉居服员的状况下临时 通常个案我就会去问他说 居服员来你家都帮你做些什么 而不是问他说 他今天来我帮你洗澡 他有没有帮你煮饭 那个案通过就好像有好像有 那通常我就会用开放式的去问他 这都是经验累积 居服都岛访查财谱会有漏网之余 居家服务单位环环相扣 会有一个A个管单位负责了解个案需求 写计划书订定需要哪些服务 确认之后就会缴交给居服都岛业务负责人 他们就是居服员的主管 居服员收到分派后再前往服务 单位之间很复杂 居服都岛必须要至少一个月一次电访 三个月一次加访 询问个案或者是他的家属 至于A个管也要固定加访和电访 都有内外部审核机制 但专家点出问题所在 督考机制有没有告诉这些区域不督党 你的记录要怎么样去登录 那我们可以在实务上面看到 我也看过写得很完整的 我也看过那种只有写说 哎呀我在某月某日有去电访 我们在记录这里面没有一个标准的SOP 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你即使你资料上传上去了 那我们在去核对的时候 我们如何能够确保说你有没有做对事情 另外现行规范一个居服都岛负责60位个案 一个A个管要负责120位 全台长照单位在长照2.0上路之后 数量暴增 监管的能量却是相当有限 而且光是评估与拟定照顾计划就已经自顾不暇 还得再加上实地查和服务 建造长照系统里面之后 那一个老人面对一个老人或是生长者或是独居老人 他背后就有很多不同的问题 很复杂的交错在一起 所以有时候你不是一个问题不是只有比方说 五分钟就可以解决的 你可能要花一两个小时 日本接户系统来讲的话 他们目前是1比40 而台湾目前是3倍1比120 击查人力的负担繁重 是否管理数量该有所调降 同时引发思考如何精准监管才能防避 我们需要教导我们的民众 我们需要教导我们的居服员 告诉他们我们会有哪一些流程 每一个作业都应该是有什么样的作业的要求跟步骤 经过不当得力或者是诈领的 这种就是有益的欺瞒 这个应该要放大回推 就是你要有一个惩罚的机制 假造志工的名册这个部分 我们在今年度也有做了一些行政作业流程的强化 所以像是我们今年长照基金的相关的讲助基准理念 我们也增定了有关于餐饮服务的这一块送餐 我们有一个加强送餐关怀记录的这个表格 也会透过定期的一些机构评鉴或者是督考 来去建立一个不定期或无预警的一个查核机制 常见长照诈领手法 不外乎利用个案年纪大或失智等原因 他们根本不了解程序就在服务项目单上签名 服务问题就此浮现 而高龄化社会只会越来越明显 推长照是在必行 如何遏止长照蟑螂 监管制度还有改善空间 更担心个案得不到该有的服务对待 提供新闻沉入环旧 现在还有报道